大家好 又到這個柬埔寨8月的新聞簡訊 第一則的新聞是關於柬埔寨原來已經連續13天 已經沒有新增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 自至8月27日的上午 柬埔寨累計確診有273宗 原來治癒有264宗 自從8月14日以來柬埔寨已經連續13天都沒有新增的確診病例 果然是非常之厲害 距離2023年東南亞運動會上完1000天 最近東南亞運動會的籌備委員會主席迪班主持了慶典 當中有旅遊部部長唐坤和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都有出席 今次是第32屆東南亞運動會 而主題的口號為體育與和平 而會輝會將吳哥斧和盆龍結合在一起 象徵團結和合作 而吉祥物是一對癡紅的兔子 名字叫波雷和龍多 穿著高棉鬥絲服的服裝 尿陷古城非一般的體驗 大家都去過吳哥斧 通常都是坐車 坐嘟嘟車 甚至有些人可能會踩單車過去 但有沒有想過坐輕型飛機去觀賞古城呢 原來在6號公路潛立國際機場 有一間叫MICROLITE MICROLITE是一間提供飛行服務公司 他的飛行員已經有12年的經驗 在柬埔寨的話 已經飛行的時間超過44千個小時 你試試幻想一下 如果在黃昏的時間 坐著輕型飛機去觀賞吳哥斧的話 應該感覺上不生難忘 如果你有留意這個疫苗的情況的話 應該大家都知道 中國研製新的疫苗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 剛剛李克強也承諾了一件事 中方新冠疫苗 優先派給柬埔寒的國家 提供給他們 而柬埔寨也是其中一個受惠的國家 柬埔寨向日本申請巨額優惠的貸款 目的是在西港興建一個深水港 這個入坊已經完成了審批 據這個運輸部的消息 計劃在西港興建十四點五位深的深水港 而這個建築費是超過2.03億美元 這個深水港將為途經亞太區總數 93%的大型船舶提供服務 貨運可以直接抵達柬埔寨港口 無需在新加坡、泰國、越南或香港的港口停靠 如果這座深水港建成的話 柬埔寨可以直接把貨物運到美國 柬埔寨大米的出口量 在今年前七個月都上升了 增加了35% 原來中國是柬埔寨最大的出口市場 在今年上半年柬埔寨向中國出口大米14萬7千多噸 佔出口數量37% 現在這個大米的組織 積極爭取舒華大米的配額 由現在的40萬噸提高到52萬噸 今集8月的新聞簡報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